美食天堂 歡迎收看美食天堂 我是CC 今天呢 我們要做一道菜就是 美食著名的炸蟹餃 說到這個炸蟹餃呢 在美國美食中餐廳 幾乎都可以找得到這道菜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一點 就是 它不是真正的中國菜 不過最近呢 有很多網友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這道菜 那我們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就是 炸蟹餃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怎麼做 好 首先呢 在這裡我有這個 Philadelphia的奶油奶酪 這種cream cheese 然後呢 我們使用三個oz 好 我們就給大家先放到這個碗裡面來 接下來呢 我們也是放大概同等份量的 大概是這樣子一大把的這個 仿造螃蟹 為什麼要使用仿造螃蟹呢 因為這個一般美食中餐廳 它使用都是這種假螃蟹 那為了這個味道要正宗一點呢 所謂的正宗一點呢 我使用的也是這個仿造的螃蟹 份量就是1比1就好 裡面還有什麼食材 兩湯匙的蔥花 這邊呢 還有大概一湯匙的這個香菜 也是給它切成這樣子一粒一粒的 我這邊呢 還切了一些胡蘿蔔粒 然後我覺得它這樣子顏色會比較漂亮 各式各樣的顏色 口感也好 有點脆的 不到一湯匙 大概兩茶匙這樣的份量吧 現在你如果想要攪拌的話 沒有辦法攪拌 因為它沒有什麼濕度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再調一些味道 比如說可以放一湯匙的這個 醬油啊 一湯匙的紹興酒 也給它稍微的放進來 然後這邊再放一點麻油 然後稍微一點點這個白胡椒粉 去的湯 餡料給它攪拌均勻 這邊就是拿一個混沌皮 這種四角的 然後呢我們把它四個邊啊 都用濕 拿一點水沾一下 好 接下來呢我們放進來大概一湯匙份量的這個餡料 放在中間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這兩個邊互相給它沾在一起 然後另外的兩個邊呢 然後也是這樣子的 給它沾在一起 然後每一個角呢 我們都給它沾得非常非常的紮實 我們一定要確定說它紮實了 因為其實我做過這樣子的一個笑話 我第一次試做這個蟹角的時候呢 我沒有給它用得非常紮實啊 我自己以為紮實了 結果沒有紮實 結果發生什麼事呢 我在炸的時候 它這個餡料全部都往外噴 然後用得非常的髒 好像到處噴的都是喔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用得不加洗 會有什麼樣子的厚果 不要像我一樣喔 繼續 那現在在這個鍋子裡呢 我煮了大概兩塊克的這個油喔 或者是兩英寸這樣子高出來 那我們現在試試看這個油呢 倒沒到溫度 我們要把它熱到350度 滑度 滑溼度喔 好 那我們就是稍微的 撕一塊這個混沌皮下來 然後往裡面一丟 你看 它現在呢 旁邊起泡泡 然後瞬間 喔 有沒有 瞬間呢它這個就浮上來了 代表這個油呢已經開始可以拿去炸了 然後我們需要呢 在這個350度的油溫裡面 給它炸個大概是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時不時的呢 稍微的給它攪一下 我們要一直給它炸到它變成這個金黃色的顏色 那有人跟我說呢 其實這個炸戲腳 它是在 1950年代的時候 在這個舊金山 被人家發明出來的 好笑的是 其實根本就不是中餐廳喔 那現在呢我們卻可以在這個 各式各樣的這個 美式中餐廳裡面 找得到這道菜 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變成這種 美美的金黃色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全部都給它撈出來 這邊呢我放了一張紙 所以它可以稍微的 把這個油呢都吸一下 來替大家來品嘗一下這個 炸蟹椒齁齁 剛炸出來的時候呢 一定要跟大家警告一下 不要馬上吃 馬上吃的話呢 一定會燙到嘴巴 你要給它等個一兩分鐘之後呢 稍微的涼一點的時候 像我這樣子 再吃齁 你看它這個樣子呢 美美的可愛可愛的齁 像是這個很可愛的小甜點啊 那味道如何呢 我來品嘗 外酥內軟 你們的餡呢 就是你剛剛一咬下去的時候 它就噴出來了齁 我吃到 那我特別喜歡我的這個食譜呢 裡面加了香菜 還有這個胡蘿蔔 因為它給它添加了另外一個層次的那種香味齁 然後吃起來呢 還是有這個濃郁的這個 這個cream cheese的味道 很好吃 我覺得很滿意齁 好的觀眾朋友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就隨時問我在Facebook 或者是在這個YouTube上面都可以問答齁 那我們就是同一時間 下個星期見 可是我希望大家趕快去YouTube上面給我訂閱齁 因為我每個星期呢 都會有非常非常美味的這個食譜齁 那我話不多說咯 就下個星期見 掰掰 下次再見 Jerry 很喜歡 是嗎 還是還不算同一時間 是嗎 是嗎 同一時間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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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下個星期待